我想到有一次 我在跟我姐妹们聚会的时候 然后姐妹们每个人在饭桌上面 都在讨论老公啊 婆婆的坏话 然后大家都会各吐苦水 然后我就很安静地听他们讲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你怎么都不讲你老公什么事情 我就心里想说 因为我跟他不熟 其实换个角度也是这样 结果觉得我看不到他坏的那一面 因为我们见面就说好的 对 然后他们在那抱怨完 抱怨完之后他们就说 你像你这样子 你跟你老公都很少见面 就真的是像提摩说的 你们这样子还能再走下去吗 我说应该是可以吧 过不久聚会要结束了 各自的老公来把老婆接回家了 然后讲电话的时候都是 我已经跟你说我半个小时后 就要结束了 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出门 然后可以再吵吵吵吵 然后全部都接回去之后 剩我一个人就拿着包包就委单身 然后我就自己回娘家 然后我就发现 我怎么都没有吵架 对 然后反而我觉得 就是像大家说的相处越多 有时候反而会摩擦 有点摩擦 佩佩也是觉得分居婚 真香 我觉得还不错 很香很香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我老公就是 从大学就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就从大学的时候就 已经是一起住在宿舍 就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同居同居 到我们十三年才结婚 然后结婚之后 因为我的工作也一直在台北 然后我老公家其实在桃园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这样子来回来回 偏偏这个距离很尴尬 就是你如果硬要回桃园 好像也是可以 对 但我就会想说 可是这样子 我要早起的话又很麻烦 所以我就想说 不然我就是会跟我老公说 如果我今天通告比较晚 隔天通告比较早 我就住娘家 然后我就觉得好轻松 对 在娘家就是 就可以说 妈 我要吃芒果 在婆家不好意思 因为我婆婆会就是煮饭 然后让婆婆煮饭 我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更何况还要让婆婆 服务你 消水果 对 然后还要帮你洗碗 更不好意思 所以我都会主动自己站起来 马上在那边洗碗 因为我就会怕人家觉得说 这个媳妇真的不像话 所以其实我皮是绷得很紧的 那我就觉得 回到家里好轻松 所以在我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 其实我是大部分一个礼拜 有四到五天都是住在娘家 然后我就有点排斥 生小孩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生了小孩之后 就像那个小玉说的 会必须要住在一起 因为不然小孩怎么办 对 所以我就一直很排斥 生小孩 直到后来生了小孩之后 发现真的 就是必须就要住在老公家 因为小孩 不然小孩怎么办 就是某几天可以看到妈妈 某几天看不到妈妈 也很可怜 对 所以现在小孩 比较稍微大了一点之后 我就会跟我老公 比较分工合作安排 然后我还是会 可以很长时间住娘家 就是 对啊 这样多好 我想到有一次 我在跟我姐妹们聚会的时候 然后姐妹们每个人 在饭桌上面都在讨论 老公 婆婆的坏话 然后大家都会各土苦水 有的说什么老公很坏 都会跟有的女生私讯 然后有的是说老公很废 有的是说老公都一直工作不回家 各种的原因 然后我就很安静地听他们讲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你怎么都不讲 你老公什么事情 我就心里想说 因为我跟他不熟 其实坏个角度也是这样 就会觉得我们看不到 他坏的那一面 因为我们 就是见面就是好的 对 然后他们在那抱怨完 抱怨完之后他们就说 你像你这样子 你跟你老公都很少见面 就真的是像提摩说的 你们这样子还能再走下去吗 我说应该是可以吧 过不久 聚会要结束了 各自的老公来 把老婆接回家了 然后讲电话的时候都是 我已经跟你说 我办了小时候就要结束 你为什么现在还没出门 然后开始在吵 然后不然就是 有的会开始在那边吵说 你只有把小孩带来一起接我 小孩这时候不是在睡觉了吗 然后就开始吵架 然后全部都接回去之后 剩我一个人 就拿着包包就伪单身 然后我就自己回娘家 然后我就发现 我怎么都没有吵架 对 然后反而我觉得 就是像大家说的 相处越多 有时候反而会 摩擦 有点摩擦 然后像我跟我老公 因为现在我们有了小孩 就比较常见面 甚至他有时候精心打扮 穿了什么衣服 我反而看不到 我就会觉得 他站在我面前 但是我却不会注意到 他穿了什么 因为看太久 太熟悉了 但我们女儿长大之后 我们又比较分开住 我就会看到他 所以会觉得说 剪头发了 你手上多了一个刺青不错 对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会注意他 对 因为我是 因为已经在一起太久 谁太了解我老公了 然后结婚后 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我身旁有一些女生朋友 他们也会被劈腿 被老公劈腿 那他们老公就是 一样是正常的上下班 没有任何问题 对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当一个人 要劈腿的时候 他不会让你发现 即使他每天都乖乖回家 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劈腿 那当一个人 他不想劈腿的时候 他即使再远 他也不会劈腿 然后又有可能我也懒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 就这样秉持这个理论就好了 只有从来没有查过 我老公的手机 然后老公也没有 从来没有查过我的手机 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去查了 他只会想更厉害的 如果他真的想要玩的话 他只会想更厉害的方法 因为你永远防不完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要跟这个人结婚 你就是婚前考虑清楚 看清楚 婚后之后就 完全信任 因为不要让自己有惊吓